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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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来宾晚安 也很好 高兴再 回来跟 展望的听友大家见面了 很抱歉 上礼拜呢 我们就请张晏辉主任 因为 他跟我是共同主持这个计划嘛 上礼拜 我们到底去干嘛了 也没有走远 各位在这边听讲 我们就在 对面 怎么还有音乐 好想 我们就在 在对面台大的 心体 小巨蛋 那边办 大活动 各位我们不久之前 才刚办完了 毕业的三十重剧 不久之前是三十重剧 毕业之后三十年 那他们那时候的重剧呢 来了好多童年的校友 那找我跟冯燕两个人当主持人 可是那个时候很悲情的就是 三十重剧是在 毕业典礼那一天 上午是毕业典礼 到了晚上呢 毕业生在小巨蛋的一楼 办毕业舞会 那些年轻人都打扮的一箱冰影 漂亮得不得了 在三楼办的就是我们这些 三十年毕业的老校友 三十年聚餐 你知道吗 我们也把自己打扮得很不错 走到了门口 门口那年轻学生一看说 哦 三楼请 那你不会讲话吗 你说您是到一楼和三楼啊 我都赶不出来 看不出来 讲人家听了心里多高兴嘛 你问一下说 你到底是要到一楼和三楼吗 我们就说三楼 那就是三楼请 但不管怎么样 那是三十重剧 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 上礼拜五我没有办法来 是因为上礼拜五是四十重剧 时间真的是飞得好快 四十重剧 也是找我跟胡锡嘉两个人当主持人 所以但是你知道 像那种重剧的场合啊 台大的校友那一年呢 大概来了一千人 还能够聚上一千人的校友 好些人三四十年没见面了 见面就忙着打招呼 说话聊天吃饭 根本不会理主持人在台上做什么 所以我跟胡锡嘉两个人开玩笑说 整个活动里面最不受重视的角色 就是主持人 我们还开玩笑说 有朋友看到我们说 宋一新的好高兴啊 四十重剧你主持啊 你知道吗 上次十年以前 三十重剧我们来过 诶 你来了没有 我是主持人 没有来过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跟大家说声抱歉 上礼拜没来 但是张老师跟我 反正我们只要有时间 互相都会来帮忙这个活动 但今天我们继续 我们的驱动文明的科学巨轮的系列 上礼拜虽然我没有来 但是我听讲 高老师讲电磁学发展的故事 讲得很精彩 我一直想跟大家讲 电磁学的发展 在科学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 因为它时间比较接近近代 很多细节都很清楚 尤其是那些 充满戏剧性 充满张力的 一些彼此之间的争斗 大家才知道 漂漂亮亮的科学跟科技的发展背后 其实牵涉的是大笔的利益专利跟金钱 真的是很 回头想想就会觉得很令人感动的一位女性 那位女性是谁 小小提示 她得过两次诺贝尔奖 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 她找到了这几个重要的放射性元素 发展出很重要的放射性 来做研究 勘察 跟治病 但居里夫人 根本不要专利 根本不要专利 所以都给出去 大家爱怎么样用 怎么样用 而且居里夫人虽然是 嫁到了法国 在法国跟居里先生一起做研究 可是她的祖国是哪里 波兰 所以她发展的 发现的第一个元素就命名为 Po 对 然后后来呢 大战开打 居里夫人带着她自己做的放射性仪器 到她祖国战场的前线去 帮商兵治疗 所以很多时候 当你看到近代科学史的这些争斗 你就会想说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 值得敬佩 有些人不怎么样 但是一路过来 我们从电子学发展 再走到了比较更精密的机械 那这个机械的发展 机械工程过程的发展 就跟科学的进展更是息息相关了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 我们的老朋友 虽然他看起来比我年轻很多 可是认识了好久 成功大学的李旺龙李教授 那李教授呢 同时也是 是台湾三个主要的演讲系列的最南边的主持人 那我们自己是在北边做展望系列的演讲 中部呢叫什么 中部叫做分享大师事业 周末Let's go 中文英文台语 中文英文都有 周末Let's go 分享大师事业 南部呢 主要在高雄科工馆 李旺龙教授 在那边规划 也办了很多年了 大家可以说一下 主要是叫做周日阅读大师 是吗 所以呢 李旺龙教授 也是跟我们一路走科普的道路走过来 但他本身在成功大学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 今天我们就迈向奈米 还有一个仿生与摩润 我们这个系列呢 其实有一些单位都帮我们做宣传 最常常做宣传的是六四九八 六四九八 张大春先生 礼拜二下午的固定的电台节目 我不知道他有个重播的时间 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礼拜六还是什么时候的 那礼拜二下午 每两个礼拜 是我 然后呢中间一个礼拜是王道环 那我们就这样跳着走 那真的是很感谢张大春先生 他就帮我们做展望系列演讲的 置入性行销 我没给他钱 他也没给我们钱 但是呢 六四九八的收听人数 其实蛮蛮广大的 常常就是讲展望 就长得好高兴 但他对于今天李旺龙教授的题目 一直苦思不得其解 什么呢 仿生与摩润 张大春先生其实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文学跟文字学家 他有一本书叫做认得几个字 他讲这个讲的非常非常精彩 很多时候我听他讲文学 讲文字的东西很有趣 他也喜欢骂人就是了 对于台湾的政治人物当道者 骂起来毫不客气 有一次前几年不知道 哪个教育部做了什么事情 拿起电话来 我是从远方电话连线的 我们节目开始了 他先要讲新闻 讲新闻以后 批判了一堆是谁 教育部长 我拿着电话在这边 准备要接话 他就讲骂教育部长 骂了好几分钟 我说大学兄 你知道教育部长 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吗 博物馆的上司就是教育部啊 但是很好玩的是 在这个系列里面呢 我们都得到六四九八很大的支持 可是呢 到底张大春先生 他对于仿生与摩润的理解 是不是正确 我努力地跟他解释了 他现在被我讲了这么多年的天文 他现在讲起天文来 头头是道 可以去蒙骗别人 他是天文学家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 张大春六四九八节目 2004年 已经15年了 展望几年开始呢 2003年 所以十六七年了 所以说很有意思 但今天呢我想 大家听听看 李教授怎么样解释仿生与摩润 那下礼拜 我好跟大春兄去回报 看他猜想的对不对 好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李王罗李教授 谢谢 谢谢馆长的介绍 我想 仿生与摩润 我顺便打个广告一下 这是第十学院 我们成功大学有九大学院 我们现在有一个第十学院 那第十学院是什么 我们一个非常非常有弹性的一个学院 我们大概在每个系所都有一些限制 所以在第十学院有 我顺便行销一下 这是我们 我们其实是比展望晚半年开始 所以我们也第十七年了 那这是我们这这学期还有下学期的演讲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可以远端 跟这边一样有手机直播可以来看一下 那你如果加入我们这个部落格 其实也可以加入这个粉丝业 也可以定期收到仿生的一些文章 可以看一下 那我顺便帮仿生学会广告一下 就是今年有一个仿生设计竞赛 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参加 鼓励我们年轻的朋友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好 那那个彦庭就是有提醒我说要做自我介绍 然后我就开始想一下要怎么介绍 那实际上1966 因为刚刚孙老师讲30周年的时候 他刚过完30周年 可是我们好像前几年就办了30 毕业30年的同学会 所以我想说我现在年纪看起来应该比孙老师大一点 那其实我就比我们同年的同学 大一岁 为什么 我们应该是说他们都比我大一岁 就是其实是小时候去给人家换火 租房子都给人家换火 换火的时候就提早了一年被送进小学里面 事情就这样 然后又读了一所学校叫台南二中 台南二中有游泳池 又不会游泳 又换气换不过去怎么办 就赶快转学转到高师大附中 那个过程就这样 所以高中就读了两所学校 那后来就去了 就在成功大学读了10年 然后又去高雄 应用科大就以前的高雄工专 也在那边待了12年 然后又到成功大学去 可是因为我是那里毕业的 回去要付出代价 所以回去又当了副教授 那又要重新被審查一次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实际上我们仿生以谋论这个题目 因为孙老师是我们科普活动的召集人的 应该是第一任 我们每一任有三年 那我是第三任 所以就知道 那做科普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我也做了一阵子 可是我常常被人家讲说 哎呀你这都做有的不的 那或者他们都已经忘记我在做什么 我的研究是做什么 那其实我的研究是跟摩擦润法有关 所以我们叫磨润 那其实是大概民国87年的时候 我的指导叫做送我这本书 那我去看 我就开始很关注这件事情 那我一直以为这个作者很老 后来他大概五年前的时候来成大 那他其实就中间那一位还很年轻 那他在美国成立一个叫 esque nature的这个组织 那也非常非常多的follow的人 所以这边其实他来成大做了一个演讲 那我就用一些照片很快的讲一下 那我在他来之前呢 其实我也去了巴士大学 那实际上也是我第一次去 我是土博士 我走过刚刚那一个语言中心的时候 很感慨 因为921地震软我想申请出国 可是那一年突然就我们都被抓来考英文 我英文科没有入学 考不及格 所以我就回高英大去了 我就没有出国 然后回 因为英文不及格就回去当了系主任 那等到系主任下来就趕快趁机跑出去 那我去英国的时候就认识这位教授 就跑去巴士大学 然后刚好这个跟1966也有关系 就自己把关系拉一下 那这位教授呢 实际上他们在英国做得很棒 而且这是机械系的一个老师 然后机械系的老师呢 那么很神奇的是他是生物学的PhD 他学会有大学的生物的博士 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多人想replace 想干掉你 对不对 然后他就很害怕 他说我不懂数学也不懂力学 可是我知道怎么去跟大自然偷他的idea 然后让大家去实现他 所以他英国那个制度跟日本很像 就是教授下面就有很多整个很大的team 那像台湾不是可能整个系全部都是教授了 就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他们整个team 其实里面的组成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去英国的时候之前就做了这件事情 就找了下面这本书 那这本书找到之后呢 就买来 那个年代只有那个Dr. I 我们就把它辨识扫描 然后就用Dr. I翻成中文 其实那时候想说这本书越看越不错 想说把它翻成中文放在网路上 那我一点诅咒才在以前的观念都没有 对不对 有一天远游就翻完了这本书 那远游就要 本来要找人学序 学导读 突然间发现怎么有人把他们的东西 中文本放在网路上 所以就找了一个编辑跟我聊一聊 后来就一个法务跟我聊 他说你要拿下来不然会有法律行动 就赶快拿下来 本来做得很开心 他说你要干嘛 我想给学生Free Download 其实我翻得很差 那这位张雨清 他翻得很不错 那后来就这样 他就想说你既然整本都看完了 就帮我们写个导读 所以我们那时候很认真写 后来才发现写导读不错 一个字有两块钱 真的是跟学校的比起来差很多 那我当然没有拿钱 我们就换了很多书拿来送人 那因为那个书的关系 就被中原院找去演讲 那天也很值得纪念 那天刚好是刘兆玄院长就任以后 汽油洞长解除了那一次 所以我记得我在中原院演讲的时候 有很多高应大的学生去现场听我 然后说我们要回来吃宵夜 结果都没人跟我吃宵夜 因为大家都去排队加油 结果那一天是这样子 那这个讲完之后 他们规定你要在半年内写文章 那个其实也有点压力 所以就做了这件事情 那实际上因为接孙老师的科普的召集人 就等下如果有时间 我们再播一下这个影片 那这个跟谎生魔论都没有关系 所以大概前面就很快自我介绍一下 所以你们看到我这件衣服 因为我拆了六件衣服下来穿 所以礼拜一到礼拜六都穿这一件 好 那我们就开始跟磨润有一点关系 磨润这个名词就是比较凹口 磨是石头布 其实我们讲磨损是石头布 可是如果磨擦是手布 磨损 所以那润比较好想象就是润滑 那其实也是跟1966有关 对不对 我都要牵托一下 因为有一个Jost爵士 他大概也是2016年过世 他其实跟女皇去上书女皇的时候 他其实跟他们讲说 大概英国每年因为磨擦磨损这些事情 消化到多少能源 所以他从他1966年那个报告里面 他第一次提到磨 磨润这个名字Tripology TRI就是三的意思 就是说我只要磨的时候 就是他的 我刚好再两次研头都跟他见面 那磨就是要三个东西 为什么三个 如果说两个东西有相对运动 对不对 中间有戒指 有头刷分 或者有油 或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磨润 就是研究磨擦 这个磨损的磨 我打错了 磨损还有润滑 相对滑动的行为 这个磨是石布 那讲这个之后呢 又开始 其实我们人类早期 大概在20世纪的时候 都做硬硬的东西 然后到这个世纪呢 我们开始接触很多软的 所以生物摩擦学 生物模润学也开始被提出来 所以这位是理智大学 机械系的第一任的教授 叫Dowson 我开始 我开始练书的时候 我第一次拿到的 我指导教授在我报告的第一篇论文 就是他写的 所以我的研究 就是跟摩擦润滑有关系 那因为孙老师这一系列 都是跟工程有关 所以老实讲 我大一的时候 我大一的时候 也是在这么大间的教室 里面我们三个班一起上课 成大机械系三个班 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 叫马成九 那马老师开始跟我们定义 什么叫机械工程 因为那门课叫 机械工程概论 那什么叫工程 他就说工程是Science of my who 我们就哈哈大笑 对不过那时候笑完 也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呢 他其实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公差 容许误差 然后我们又上他的热力学 马老师跟我们上热力学的时候 我们班就有人想要考研究所 比如说想考台大应力所 那要考热力学 可是热力学里面又有什么东西 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结果上完马老师的课 从来没有什么第一定律第二定律 都没有 然后就说老师 为什么隔壁班的有定律 我们都没有 他说热力学没有定律 热力学就是生活 所以其实他跟我们上的就是骂骂热力学 他就从厨房里面 好多生活的现象跟我们讲这些内容 所以我们那一班给他上完 我们考试的能力可能比较差 可是我觉得我们对整个问题的理解 就非常的棒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就编了一个小小的理由 这个式子好难 对不对 我们叫无穷等比级数 要加无穷多项会等于1 我们就掰了一个说 哎呀我有一个机械 有一个工程师跟一个数学家 那学数学可能会抱怨一下 因为数学 如果1.1的平方 你只能会说是1.21 不会说1.2 对不对 那我们学工程的可能差不多就好 我们就1.2就好 对不对 学数学的 对不对 数学一定要1.2 所以数学的都很严谨 那这个数学的跟你 就是对面那个墙上站一个美女 那这个数学的跟工程师到追求这个美女的时候 这个美女觉得数学家比较严谨 比较boring 那工程师比较大而化之 所以她想要把数学家踢掉 怎么踢 她说你们每天走剩下距离的一半 每天走 我们距离就是叫做1 每天走剩下距离的一半 你再到 再一半 再一半 你如果到得了我这里 我就接受你的追求 对不对 那数学家数学很棒 一算就点点点 要无穷多天 她就知道自己被reject 可是工程师不这么讲 工程师第一天走一半 第二天走一半 第三天走到这里 手伸出来 就拉到她的手了 这个手伸出来 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工程上的容许误差 公差 所以当我们在讲 萊克多巴胺要零减粗 这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机器有它的极限 所以这些容许误差就出现了 所以各位可能看过那个什么 稻尔吞的原子论 我们讲几颗原子论 是没问题的 可是如果你在那个威尼斯商人里面说 要切一斤肉 切一磅的肉 你要切刚刚好 很难 对不对 因为我磅秤就有它的极限 对不对 可是等到 我们现在奈米的scale的时候 其实在 我们都在原子的尺度 在算的时候 工程跟科学 这个繁理已经越来越 越模糊了 我大一的时候 我们跟那个英语系的学生 去交友 他说机械系在干嘛 电机系在干嘛 我们就说 电机系就是在摩电波条 在爬电线赶 那机械系就在钻到车子里 在修车 做黑手 我那个年代真的像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整个工程技术的进展 所以 各位也可以看到最早 最早在做土水 像成大有土木系 还有水利系 就是土水 所以做不会动的桥梁 这些大概就是净力学 结构力学 然后呢 再来有蒸汽机之后 就开始有很多动力学 会动的东西陆续的就出来 然后电磁血 电磁血也陆续的 大概以前是电 像有电机系跟电子系 在科大里面有这些系 一个叫大电 一个叫小电 那再来电磁血这一边 就开始引进我们这一边的 我们大概用的最多的马达 发电机等等 然后同时间 化学跟冶金 这些大概整 这整个history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我们近代物理 要用到的内容 现在常常如果我们物理的课程 是照最前面的这样慢慢上下来 常常近代物理都会被漏掉 可是近代物理在我们现在里面 又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是机械系的background 可是等到我在做论文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我要去学统计力学 我就只好去物理系听课 那这个是大家常常讲说 耳术没用 因为学数学 学log干嘛 学log都没有用到 可是你看这就是log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所有的尺 把各个不同大小的尺规都放在一起 你可以看到一边是天然的 一边是人造的 那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其实比如说你看到桥梁 你就用材料力学 弹性力学去解决它 都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做的研究就是硬碟基的毒血头 硬碟基的毒血头 那个毒血头 要离碟片在很低的表面上飞行 我们电脑一打开 我们的毒血头 我们现在还有固态硬碟 但是如果是传统的硬碟呢 那个毒血头 会离碟片大概剩下大概一到五奈米之间在飞行 非常非常低 那一到五奈米的时候 我问大家那个间隙里面可以容纳几个空气分子 几乎没有喔 有时候会有 那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玩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小方块 这个小方块放在这里的时候 我可以关几个空气分子 我可以算得出来 我就算出空气的平均的密度 是可以这样做 可是如果这个小方块到奈米等级的时候 它能不能关到几个分子 不晓得 非常的难 所以当我们在两个极限的时候 都很好解决问题 在中间的时候叫戒关力学 就非常的难 所以这个时候统计力学这一边就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统计力学很重要 各位可以想一下 比如说我有一颗玻璃株 这个玻璃株的运动我可以解它 那两颗玻璃株我可以解它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喷漠印表机 喷出来一滴滴的一小滴里面 可能有10的15次方个分子 那我们就没办法解它 每一个都有它的运动方程式 那结果我们要解连力方程式 解这么多个就非常的难 所以这时候统计力学就帮我们很多 那我后来去成功大学之后 就到一个研究所叫奈米所 那个所后来十年之后也消失了 所以我后来就被材料系收容 那那个所很好玩就是我们 我们的东西都看不到 所以我们每次在成果发表会的时候 我们只能用海报 我们就在海报上看都是SEM的图 我们都需要工具去帮忙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影像 可是呢 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只处理一颗 比如说我们讲接触面 两个奈米级的接触面 就原子力显微镜的探针 去接触一个表面 去算它的接触力学的行为等等 可是 真正的表面不是这样子 两个变碰在一起 是一大堆的点碰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 这种东西我们要做出来真的很难 而且我们要做大面积的奈米结构又更难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个壁虎的角 那旧人说我要做壁虎贴布 我们这边有人做 那做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如果我可以有某种形式去做 可是要花很久的时间 那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大量生产 结果我们生物身上 其实就有满满的奈米结构 等一下我有个例子 那我那里写了一个牙根 大家有没有去植过牙 植牙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牙根是什么东西 牙根就是螺丝 对不对 像我住的地方在路主 就从钢山路主到仁德 那边全部做螺丝 螺丝很不值钱 对不对 可是我一个邻居 他们的小孩每次都跟我说 老师我今年领十三个月 你都准时上下班 都领十几个月的年中 算一算年薪都比我高 那你就去想 那牙根能不能做 可以啊 钛金属加工而已 对不对 可是钛金属还要 各位有机会去植牙 植牙的时候 医生会问你要哪一个国家的 对不对 保固不一样 那我们那边就有人卖一根 钛金属 就是加工完出去 这样十七块台币 十七块 那瑞典那边呢 就镀上一层膜 这层膜 号称锁进你的骨头之后 骨整合可以很棒 你的骨细巴会紧紧地抓住它 所以你看你植进去那一根 就价值一万块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说 我们都看钢口质 对不对 那我举这个例子 就奈米压印 这个奈米压印是什么 就是说 其实它就希望说 我可以做大量的 我做一个模子 做一个金属模 然后这个模子上面 上面有很多图像 我可以转印过去 就很像大家以前 那个什么 黄菇粿 对不对 哪有一个模子 那你要盖这个黄菇粿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面临一些问题 因为你盖上去以后 你就会发现 黄菇都连在那个模子上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上面 要涂一层沙拉油 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要脱模 对不对 所以在奈米压印里面 也会碰到类似的情形 所以在这里呢 就开始有很多很多 好玩的事情发生 那可是呢 你要做那个金属模很贵 你可能要花十几万 三十万来做这个金属模 那后来有人发现说 怎么做大面积的金属模 它就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熊蝉 这个蝉的翅膀 它们在蝉的翅膀上面 它竟然是一个天然的 而且它的强度又够 用它去翻模 它就可以做出很多 周期性的结构 所以 就是说 生物身上满满的 都是这些结构 对不对 那这个是 这些硬力所 张培仁老师 他没有在做这些东西 我们这个叫微基电系统 各位如果仔细看 这里有一只蚂蚁 那它的脚上面 有一个齿轮 对不对 那就代表说 我们人类的技术 可以把齿轮做到这么厚 因为我们微电子时代 做出来都是平面制成 都薄薄的 一定要做到很厚 做到很厚 你想看看这个齿轮怎么放上去的 这是教科书的封面 也是科学的封面 那这个齿轮怎么放上去的 你们都用过那一招 你们都玩过 我们那时候在学的时候 哇 这个好厉害 对不对 那结果它是怎么样 就是亚齐亚 我们去亚齐亚 不是拿好多个环 往前一丢 对不对 其实它就抓了一把齿轮 往前一丢 可以拍的才拿出来 知道 所以 我们还是要赌徒的个性 对不对 所以科学上有好多东西 其实也是要 要去拆才可以 那我那个实验室 被 被人家投诉过 因为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来找我 就说我们先来去 先玩一下钻木取火 对不对 然后后来它是 他读台湾大学回去 就跟他们老师讲 所以系主任就跟我说 你被投诉了 那 这个是古老的一个 古老的一个玩意 那这跟摩擦有关 所以 我们就请学生 开始来做这件事情 那 这古老的玩意是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到 这里面 有几个人 这里有172个奴隶 这已经写在左下角 我有172个奴隶 然后每个奴隶 可能可以拉80公斤 就大概800牛顿的力 所以 你看看上面有个很大的石像 对不对 那这个石像呢 他们要拉动它 所以 我们去除一下 这个石像 这个石像 有600盾 大概 六 应该是说 6乘以10的 应该是60盾 那 60公盾 所以说 去除一下 那如果说 下面是石头 上面是轨道 木头轨道的话 这个摩擦是0.23 那你有没有看到 石像前面有一个人 那个人在干嘛 对 他在倒什么东西 人家就说 这是 我们的课本 教科书上就说 这是最早的润滑工程师 他就在这个轨道 跟这个 他们认为地上是石头 在这里 倒润滑油 让它比较好移动 就这样子 事情就这样子完成了 所以 可是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说 以前的人 真的倒的是 是润滑油吗 可是 在 金字塔 在盖的时候 在埃及那边 是沙漠 对不对 而且你看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做法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去剪了一块 砖头在这边 等一下都有时间 可以玩一下 就说 你当你要把 重的东西移动 其实这个就很 这个就很重要 我拿了很多 圆形的铅笔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去推动它 那就开始有人觉得说 明明那边都是沙漠 怎么会有石头 跟木头 是0.23 对不对 所以呢 那个人倒的不是油 他就说是水 所以就有人去做了一个实验 做什么实验 他就 沙子 如果你一个很重的东西 在沙子 你去拖它的时候 是 你在沙子上跑步 是不是很难 阻力还蛮大的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在湿湿的沙子上跑 是不是很好跑 对不对 所以他是用这个想法 他就 他就用水 水的含量 对不对 所以全部干的时候阻力很大 然后在一点点湿的时候 1.5% 就开始降了 摩擦力 要拖动它的力 就降了 然后再高一点的时候 再5% 是最低的 可是等到我水 越多的时候 变成有点僵 又有阻力了 对不对 所以这篇文章 就在打破 如果当初 这个历史上说课本都这么写 可是我觉得埃及怎么 那时候会有石头的地板 对不对 他觉得说那是沙子 这是他们的华语 那我们做tripology 这个字 魔论 这个字 你看 你每天洗完澡 你全身上下有20个地方皺皺的 对不对 那我那边其实做很多数学 我们柴调系的学生 有的很不喜欢数学 所以有一个学生 就敌死不做模拟 就跟他说 那你就去做这个题目 那我们就去找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是写说 演化生物学家说 我们为什么 我们跟猴子一样都会皺皺的 到水 那皺皺的会发生什么事 他说 因为会让我们在水中的抓窝能力变强 他说真的这样子吗 然后那篇文章就拿两个挖工 两个挖工 这边放50颗玻璃珠 然后就从 就把这50颗捡过来 按码表 对不对 然后手干的时候 手湿湿的时候 还没有皺的时候 所以他去量测这50颗玻璃珠 平均的时间 然后再来跟你讲 我的 那我们学生读的paper都很相信他 我们都很相信 我们都很习惯相信 可是 我就叫学生做 那学生也都敌死不做 知道吗 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是要 一直一直说服学生说 你要做啊 你要做啊 那好 有一天他终于做了 做完以后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 我们就开始设计一些 简单的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 所以我们生活中很多 像很多人打篮球 手可以抓起来 我们就叫Sports Tribology 跟运动有关的Tribology 对不对 那 因为我在直播 我不能讲笑话 我等一下私下讲给馆长听 那 可是喔 可是你在跑步的时候 你的脚会起水泡 也是Sports Tribology 所以 我们在运动 跟运动有关的Tribology 就很多 所以 这个都是我们会碰到 我们锁螺丝 螺丝也是喔 好 那这个是什么 橡皮擦 对不对 那我们 这个是 鞋子帮 对不对 那个 这个是在擦 那写字 有没有 这些都是跟摩擦有关 我们其实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摩擦的 我曾经跟学生 请学生写一下摩擦 那他就说 有一天爱丽丝早上起床 在找他的隐形镜片 为什么 隐形镜片 我们戴在眼球上 我们眨眼睛 那这时候在铺泪液 对不对 我们在眨眼睛 在铺泪液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 那 他先生跑去哪里 跑进浴室在刮胡子 对不对 所以这些是不是都跟我们的摩擦 我当然要弄个胡膏 对不对 摩擦润法都有关 然后车子要出去的时候 下雪了 要上铁链 然后 要去看牙医 然后牙医又给你有个钻头 那个钻头怎么跑那么快 有一个轴层 所以你去牙医师那边 可以跟牙医师要一下 如果他那个钻头不要 他那个轴 里面有一些高速运转 你听那个声音很糟糕 对不对 他里面有一个高速运转的轴层 那这个我们在听的那个黑胶唱片 这个都跟摩擦有关 对不对 甚至这个摩摩 所以说实际上这些都有关系 那 右下角这张照片是我们在福岡的照片 那是 那一年是 左边那位是 阳明大学的老师叫郑成功 成艺的成功 他是国内做人工关节的第一把交椅 所以他后来好多 所以那一次的研讨位他是 他是 他是 他是最重要的 我是 日本人对我们很好 就是 每天晚上都请我们去吃饭 那 这位先生 我们两个英文都不好 然后他开始讲 他拿了诺贝尔奖 其实 因为那一群人里面很棒 就是有医生 有工程师 有教授 然后他在做什么呢 他跟我说 我们 有时候膝盖有问题 我们可能要去注玻尿酸 葡萄汤 吃 那这些怎么办 然后他们在研究关节 所以他想说 大家有没有踩过香蕉皮滑倒的例子 这位弟弟有没有滑倒过 没有 因为真的现在小朋友没有人踩过 因为都被预警了 可是 香蕉皮是不是很滑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做这个实验 他们就 很新鲜的香蕉皮 绿的那种香蕉皮不滑 要放几天之后最滑 他们就开始 可是做完这个实验 能够投到哪里去 就没有好的期刊要接收 他就在日本一个很不起眼 明不见经常的期刊 投稿了 然后他就被那个什么 搞笑诺贝尔奖 一个诺贝尔奖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找他的 这里有他的演讲的 有他的领奖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都有时间再放 所以他其实在讲说恐龙踩到香蕉皮都会滑倒 对不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见面完他就去领奖了 他领了 他好像领了380万还是380万的奖金 辛巴威币 不到美金一块钱 所以 他们就是整个都是非常欢乐的一个场景 那 其实在讲的就在这里 就是说 我们开始碰到就是我们的关节 刚刚讲的要软的 我们吃那个鸡腿有没有 我们吃鸡腿 那个白白的地方是不是可以把它搅碎 那就是软骨 对不对 那个软骨到现在还是一个很神秘 还没有办法被解决的很好的地方 它就是一个很硬的海绵 可是你看我站在这里站了很久 那我脚抬起来的时候我的那个 关节又可以0.001的摩擦系数 那一旦更加好 00润滑剂 我的重量都会把这个润滑剂都挤到外面去了 那我脚抬起来的时候 它又可以马上补充进来 可以那么快吗 好我们等一下来看那个原因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关节里面 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在发生 所以你在下次吃鸡腿的时候 就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是我办公室 如果你们有去乘搭可以让你们看 14寸的硬碟机 而且这台硬碟机 各位手上可能都有硬碟机 比如说我现在放了一台是3寸半的 我这台直径有14寸 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去高雄工专上班 我就雄心壮志 我说我要来成立一个硬碟博物馆 我就开始到处收集 我那时候就看到IBM的副总是到我两届的学长 我就很不要脸的打电话去想办法 approach他 他就送我这么一台 他就去仓库找到这么一台 那这台才800Mbps 很小 我印象没错是800还是80 硬碟其实是很神奇的东西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有固态硬碟还有硬碟 硬碟就机械式的 可是硬碟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受欢迎 因为它便宜 可是你看早期 你如果看现在这一台可能有一个Tetra 对不对 1000GB 1024GB 那这一台才800Mbps 而且有三片 它有三片 所以硬碟就很好玩 几乎都是从IBM开始发展出来 硬碟的毒血头在碟片上 然后你电脑一打开就开始转 那毒血头就在碟片上跳来跳去 那有时候不稳定的时候就打它一下 那打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儲存的资料有机会不见 其实也不会不见 就是说下面的资料就是很多被你磁化的磁铁 那如果你在上面盖个指模 盖个指纹 你盖个指纹可能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所以毒血头这个小间隙 这里是50奈米 这个是旧的图 那现在可以到1奈米 1到5奈米之间 所以你HIV病毒 间隙都比这个间隙还大 所以你看硬碟的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格 所以那跟硬碟有关 跟我们3C产品有关 很多都是东西都会转 比如说我们电脑里面 或者汽车里面有很多的风扇 那风扇就会转 汽转的时候就会有什么 我们骑脚踏车有个东西叫 轴扇 所以轴扇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很关 关系很重大 所以我的研究很多就跟轴扇有关 那这边 这个像比如说高雄有一家叫 建准经济 建准 你做风扇一当做一页 一亿科 一亿科 所以他们只要省一毛钱就可以 省一千万 对不对 所以他们其实 所以大概在我们3C产品里面 那硬碟 你如果看你的电脑有很久 常常会听到咻咻咻的声音 你电脑有时候会听到风扇的声音 可是你某些品牌 A字头的品牌的电脑就不会听到 那他们要求就很好 他们就要求那个轴扇 所以什么轴扇最好 硬碟的轴扇 所以当你的硬碟机坏掉的时候 你要把它拆开来 拆开来可以做什么事 拆开来 其实硬碟上面有非常多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回转式的音圈马达 这个马达的定位可以定位到很细 你想想看 硬碟的儲存容量越来越高 毒血头就要越飞越低 然后这个每一个轨道 之间的间隙会越来越紧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刚看到黑胶唱片 黑胶唱片是螺旋状的 可是硬碟是同心圆的 跟黑胶唱片是不一样 硬碟是用同心圆的方式在记录 所以呢 我们开始讲润法好了 润法 润法就开始跟什么有关 黏液 黏液的还有泪液 对不对 刚讲的关节滑液 还有口水 那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看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 其实 应该是这么说 黏液 大家有杀过鱼 泥丘 它身上是有一层黏液 那黏液 在鱼的身上 可能可以帮它防止其他 比如说我们的船出去的时候 会被贝类附着 对不对 会被附着 那它游行的阻力就会变大 那所以呢 黏液在鱼身上 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帮它抗菌 防止其他有的不的 靠上来 然后呢 它又有一个很重要 它在游泳的时候 黏液是软的 所以它也会适度的变形 所以鱼在水里面游泳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跟流体力学有关 所以各位如果看 国内跑得最快的电脑 放在什么地方 国内速度最快 当然不是台大这台量子电脑 跑得最快的 以前老师 我练书那时候的 最快的电脑是 那个超级电脑是在气象局 气象局 为什么 它要解流体力学的方程式 所以其实气象局 流体力学是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非线性的方程式 所以它有动量方程式 跟能量守恒方程式 那这个黏液呢 在它身上的时候 其实它会透过变形 减低它的阻力 让它的游行 就是说 比如说 鳍鱼 鳍鱼在水里面可以 跑得很快 对不对 实际上 它们会分泌一些黏液 它算是这一种的 那 还有阔鱼跟蝸牛 前一阵子有人说 把蝸牛 放在脸上 是不是 那蝸牛的黏液 各位如果有机会 可以抓蝸牛 跟阔鱼来看一下 你们看它的肚子是什么运动 就波浪状的 波浪状的 所以这个是方程式可以写的 那 黏液 黏液很重要啊 可是黏液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先来看 这个叫做盲曼 这个盲曼呢 它就用那个电极去电它 然后它后面一点点液体出来 一点点而已 它就把它弄进这杯水里面 等一下你就看它整杯水拿出来 它就搅拌一下 所以只要咬过这只慢的鱼 都不会活 为什么 你看 你看 它吸水的能力超强 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整块水拿起来 所以你这时候开始要想 我们讲仿生 对不对 我们开始想 这可以做什么用 比如说我们在南部 常常会淹水 对不对 那每次淹水 我们会用沙包 那沙包过一阵子就变得很脏很乱 这以后说不定可以放在门口帮忙吸水 这不知道 好 OK 谢谢 所以呢 联育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你抓到那种 蜂蜜很多黏黏的东西 那像我住在大湖 大湖大概没听过 对不对 高雄县大湖 那大湖在哪里 就是龙花糖一定有人听过 我常常在脸书都在龙花糖打卡 那人家说你去龙花糖干嘛 可是我们那里 那个农田很多 所以我小时候都会带 我都带我儿子出去干嘛 我们就捡很多蜂蜜 就把他排在那个 那个什么上面 那个电线杆上 那看蜂蜜就开始爬 对不对 蜂蜜爬累了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 会不会掉下来 他有黏力对不对 他黏力就会干掉 他就干掉了 所以他就可以休息 他就靠干掉这件事情就休息 可是等他肚子又去挤压的时候 他又可以开始移动 所以蜂蜜的黏力呢 在粗糙的表面 让他不会受伤 甚至有人用刀片 让他爬过去 他的黏力也让他不会受伤 那其实 因为他的腹竹 他的肚子腹竹 他在那个波浪脏的挤压 那个可以写方程式出来的 可以有人去模拟他 就跟我们的 他也是属于润滑的一种 所以那个是黏力 那后面我们会针对肋液 还有关节 这个华语讲一下 那所以实际上 我们全身上下 有非常多的关节 我们有硬的跟软的 这个摩擦 对比如说 我们身上 我们的手 手指头就好多个关节 对不对 那这些关节可以做什么 这些关节可以做什么 你想想看 你像不相信 你像不相信 我们的关节 刚刚看到那个关节的模型 是里面有一个润滑液 对不对 我们怎么证明说 有润滑液这件事情 我看看 手拿起来 压一下会不会爆 会 可是在压 刚刚爆的那里 会不会再爆 不会 对不对 因为刚刚爆的是什么声音 就是那个润滑液 你去压 然后溶解在润滑液里面的空气 就跑出来 然后再压 那个气泡就破掉的声音 相不相信 然后气泡破掉以后 再过一阵子 它再溶解回去 你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大概十分钟后 又会爆 那所以你回家可以跟人家证明说 我这里面是有液体的 对不对 那我们身上有这么多关节 那实际上有一个地方最重要 像我睡觉都要戴一个牙套 因为我会磨牙 那我磨得还好 可是有人磨得很严重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 牙医师最不愿意处理的地方 就大概是这里 怎么是牙医师处理 颈部以上都牙医师处理 它这个关节非常的精细 非常复杂 所以当你磨得很严重 这边磨损 有时候是没办法回复的 那这边还有软的摩擦队 这看起来是比较硬 那咀嚼也是 各位可以 我后面有写 你想想看 我们刚刚讲白亚令 我们来看两个影片 糟糕又要看影片 等一下 或者我用这边来解释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叫滚珠螺杆 这滚珠螺杆 这个做什么 用那个iPhone iPhone有外框 以前那个iPhone4的时候 是金属框 那这种金属框 在加工的时候 有一个叫Tapping Center 那Tapping Center 需要这种滚珠螺杆 做这种事情 那滚珠螺杆 是什么东西 滚珠螺杆 就是里面这里 可能有88颗珠子 因为珠子的滚动 滚动是比较可以 减少摩擦的 所以它 如果说你是用这个 螺杆 跟这个螺帽 这里转来转去 你在所罗斯 你在所罗斯的时候 其实摩擦力还蛮大的 它也是靠摩擦力 把它们框住 可是你把这两个东西的中间 放上珠珠的时候 反而是大大的减少摩擦力 所以工具机里面 就这样前进后退 前进后退 就靠这个东西 可是呢 这个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 工具机有精度 就是说 你看那个螺杆 可能两米长 然后它在这边 跑来跑去的时候 润滑不好 就会产生摩擦 摩擦就會生热 然后生热 就会膨胀 所以两米的东西 可能膨胀 一mm 那那个加工就不准了 你的那个iPhone 放上去就 哩哩啦啦 对不对 所以类似这种问题 就不要 就让它的温身要得到控制 所以这怎么做 就当然要用润滑油 这种润滑油 都用你们家常常用到 我们那个铁门 旁边两边不是有那种greeze 就是那黄油 就用那个东西 可是那个东西的配方又很重要 所以 各位现在做一个动作 你上下牙齿咬牙切齿 你的牙齿有碰在一起吗 其实没有 你看还是可以移动 对不对 因为中间是围成口水 所以我们的口水 其实很重要 所以游商 他们其实 是要跟我们的口水学习 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曲率半径很小 你看你被高跟鞋踩到很痛 对不对 你如果被我这个球鞋踩到不会痛 因为它的 它比较尖 对不对 曲率半径比较小 所以这个很小的时候 接触的硬力会很大 压力会很大 所以中间那一层液体 要能够把它们分得开 不会让它产生摩擦 就不会受热膨胀 然后精度就跑掉了 那这个是轴层 我们骑脚踏车常常用到的 里面有很多猪猪 对不对 我以前曾经骑到 你们有没有骑过机车绕连 以前骑野狼可以绕连 那就是 那个 我去机上 才发现剩下两个猪猪 其实它都掉了 还可以骑 那时候很神奇 沿路一直剪 因为那时候在 越世界那个地方 没有机车行 要骑到奇山才有 那 这个就是说 我们都会碰到 所以刚刚讲咬牙切死 实际上 珠子跟轨道之间 那个油膜 我们是希望它存在 那关节里面真的有润滑液吗 刚刚请大家做过实验 对不对 book了以后你就知道 那实际上你看 我刚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一个关节囊 所以我们的润滑液在这边 这边也都是 然后我们这个软骨 这个软骨 它其实会缠水 对不对 所以即使你看我站着 我的体重就把 把这个都挤出去了 所以这个软骨跟软骨 就碰在一起了 对不对 可是软骨跟软骨碰在一起之后 其实就已经没有润滑液了 对不对 那怎么 我脚踩起来的时候 这旁边的润滑液 又可以及时的补充进来 那我们软骨的结构是这样 就是软骨里面 其实它不是均匀的 那个海绵 接近骨头的地方 是这样倒叉的 一根一根叉的 但是在接近它的表面 你们吃的那个鸡腿的最外层 那个表面的时候 它的纤维是长 跟它的表面比较平行的 可是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润滑液 这个润滑液的分子结构 分子结构就像我们在刷 我们那个小朋友喝奶瓶的那个奶瓶刷 那个刷毛 每个刷毛之间都带复电 所以你知道吗 像我站着的时候 我把它挤出去 对不对 可是很多被我挤着的是 这些刷毛都被我挤在一起了 那些刷毛都被我挤在一起 那复电跟复电在一起 它是迫不及待想离开 所以当我的脚一抬起来 那个压力不见了 它们怎么样 迫不及待地离开 所以一膨胀 它需要补 它就产生很大的真空 就把刚刚挤出去的润滑液很快的拉进来 所以这个机制才可以让我们的脚 在0.01 0.001的摩擦系数下运动 那我去巴士大学那一年 那时候教授刚好七年想要休假 那我们教授可以 那我就想去 然后他就说 那他还可以支持我一些经贵 我们那时候就很伟大 想了一个proposal 那个proposal就希望说 我们现在汽车 机车的润滑都是用机油 对不对 那机油换下来都跑去哪里 回收 真的回收吗 不知道 跑去哪里 所以能不能有水机润滑 不是真的是油 而是水 你看我们整个人身上 我们都是跟水有关 对不对 我们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水做的 那 这边就很好玩 就是说如果 我现在 我现在拿这个东西去压这个地方 压桌面的话 实际上这两个如果都是硬的 我压下去的时候 其实这个接触的硬力是很大的 那我们人身上也是一样 如果硬碰硬的话 会有很大的硬力 其实我们的软骨就会受 我们的骨头就有机会受伤 所以各位 如果你去置换人工关节的时候 人工关节里面是什么东西 它有不同 也有陶瓷 也有金属 但是有的里面还有内秤 就是要模仿我们的关节软骨 那人工关节会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的骨头跟刚刚那个锁牙根是一样的 我锁进去的时候 我锁进去的时候 你的骨细胞愿意把我抓住 还是想办法不要我 那我们在锁那个人工关节的时候也一样 我们锁上去的螺丝 我们给了骨头硬力之后 骨头洗不洗完 所以我们骨头里面有两种细胞 一个叫成骨细胞 一个叫死骨 死就是吃的意思 轻食的死 那死骨细胞呢 死骨细胞可以做什么事情 死骨细胞就会跟你说 我现在不喜欢你 我就本来是平衡的 那我死骨细胞大量的成长 就会一直吃掉 所以我本来锁得好好的地方被你吃掉了 你就松了 关节就松掉了 就类似这种情形 所以我们人身上这个设计软骨 软骨其实是这样 就是说软骨吃起来是硬硬的 可是它已经比平常软了 所以它的目的是说我要分散 我其实是要分散 我是要分散 这样子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比较均匀的 不像这样尖尖的 我可以破除这些尖尖的东西 这是软骨的好处 所以我们会碰到好多好多 比如说跟我们人身上有关的 跟工程有关的 在左边 这是最硬的 到我们人 所以大概我们现在在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润滑的发展上 都在做跟人有关 生意的部分 那你去想 明天要考试 我可能拿个牙签撑在 以前是不是写这样子 不能真的做 小朋友不能真的做 那你想想看 我们来做一件比较恶心的事情 如果把口水抹在桌面上 我的眼睛都不渣 那口水干了 我的眼睛有没有干 我的泪液有没有干掉 还没干 为什么 我们泪液有三层 最后面有一层纸 就是我们泡面 浮在上面那层油 有一层纸 所以这层纸 会防止我们的泪液太快干掉 这是一个 然后我们泪液还有吃起来 咸咸的大部分的泪液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是我早上如果没有洗碾 会被发现的那个黏液 对不对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球都是输水的 相不相信我们的眼球是输水 不相信拿出来滴水就知道 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眼球为什么是输水的 那有泪液之后呢 它会让它变成清水 所以我们在眨眼睛这个动作是在铺泪液 对不对 我们眨眼睛是在铺泪液 那如果说这个蛋白有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干眼症 就是你铺上去的泪液 它还是不会想留在这个表面上 所以这个黏力就很重要 黏力其实在我们身上 那另外还有一种东西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 刚刚讲到我们的那个关节的时候 关节其实就是一种轴层 就是在承受负载的轴层 像我们骑机车可能很久很久以后 可能几千公里 那可能我们那个什么就要换掉 没有那么冷却 可能就有问题了 我刚刚说我剩下两个猪猪 我就要换掉了 可是呢 你知道吗 细菌 这个边毛 这边毛 一辈子不停地转 不停地转 它都不会跪掉 所以你就开始去想 有很多自然界的好多现象 我们就可以来学习 那各位可能看过的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水尔 水尔就是 各位如果有机会再去看牙医的时候 一定要跟它借那支钻头来看一下 它是用 它是脚踩那个空气 AR 去驱动 一个渦轮 然后让它去转 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里面也是轴层 所以轴层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我刚刚讲的那个地方 有没有 最最难的那个关节 那个关节的软骨 那除了那个东西之外呢 另外一个就是腹左 腹左 刚刚其实讲 摩擦摩损润滑 另外一个是腹左 黏腹 那这种生物的一些淤积 这个也很重要 生物的淤积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东西塞到里面 身体里面去 可是就会卡住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在外面可能看到这个地方排水沟 排水沟 流出来的地方应该水 东西会被冲走 可是你发现它旁边就开始长了一堆东西 那甚至军舰跑出去外面的上面其实有淤积 那这个淤积可能是自己跑来比如说移背 那移背它的竹丝 碰到铁 四铁如病 它就整个黏在上面 可是我们又不能用红丹 又不能用有毒的油漆来取代 所以我们一些植入物又开始面临这种问题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卡住的这些 那这些怎么办 那生物里面就有好多solution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连液效应 在显微镜下看得到的 那这个是壁虎 对不对 这等一下可以来看一下 这些solution 那这一支就蛮神奇的 这是水敏 所以水敏 以前我记得有一次我出了一题 入学考试的题目 研究所入学考试 那我当然从课本上出了 就说有一支水敏 那水敏的脚接触表面总共多长 那请问这支水敏什么时候减肥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就算表面张力 就说这支水敏 算表面张力就可以 可是呢 后来有一次 我看到Nature的一篇文章 发现课本是错的 因为水敏的脚有很多分叉 所以它不是我们用一支圆柱来解 简单的去描述它 所以这支水敏 上面再叠一支水敏 它也是不会沉下去 因为它在显微镜下看 这个接触面积非常的大 而且水敏 比如说你看我把这个麦克风 放在水面上扶着 我要去推它 是不是有阻力 可是水敏在水面上 是不是悠油自在 感觉都没有阻力 那所以这个 它其实是 它有在踩水面 可是最重要的是 它这里面 跟水接触的时候 中间含着非常多的空气 所以空气 刚刚讲旗鱼也是 它们在游行的时候 它们身上的一些鳞片 会让周围产生一些气泡 它会在它身体旁边 包上一层气泡 所以它跑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阻力就很小 各位看那个土石流 跟雪崩 它为什么可以跑那么快 它跑起来的时候 中间那一层 几乎是空气 知道吗 所以中间是空气 所以它几乎是 没有阻力的跑 所以其实刚刚讲 摩润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选择 那还有润滑 刚刚讲的 已经讲泡水 还有涟液 其实我们的血液 我们的红血球 是比小的微血管还粗 所以红血球 要经过微血管的时候 是怎么样 红血球就是我们吃的 那个饰饼一样 起那边 它过去的时候 它会变形 然后血管也会变形 被它挤过去 所以血液的流动的时候 也是很好玩的一个研究题目 那摩擦 各位就可以看到像山羊 常常看到山羊 站在岩石上 它都不会掉下去 因为它的组摩擦很棒 所以当你要去攀岩的时候 各位可以去体育用品试看 那个攀岩的鞋子 像我儿子都买那个 很贵的那个 那个 运动鞋 可是运动鞋就是说 下面的这个勾勾可以抓地力怎么样 可是你去看攀岩的鞋子 整个都平的 跟这个山羊的角 山羊体是一样的 整个是平的 摩擦非常高 所以你去看人家在 比如说北部的延场 应该是溶洞 是不是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它们的鞋底长怎么样 那我们在摩擦里面 有一种是增加摩擦 一种是减低摩擦 减低摩擦 连列效应 等一下都看到 那黏翼刚刚讲过 那还有鯨鱼的起 我们就说 大家梦想说 我们现在锋利花店的那个 那个什么 叶片可以跟它学习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不能用吸管了 对不对 那可是各位去吃那个什么 你有用过很粗的吸管 吃过 吸过那个什么 珍珠奶茶 所以你找大支 中支 小支的吸管 还有蝴蝶的吸管 蝴蝶也有吸管 它是两片折起来的 那你去想 我在吸的时候 会不会收起来 在吸的时候 哪一种最好吸 那如果蝴蝶又去吸花蜜 花蜜的黏度比较大的话 会不会就塞住了 结果不会 所以它里面一定有很多神奇的地方 应该就跟连列效应很接近 对不对 它可以 所以你想想看 像有一次我要去住院要开刀 就有人来跟我抽了三管血 等一下跑来一个人 又给我抽了三管血 就很虚弱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一滴血 可以做19种检验 这叫生医晶片 那这一滴血在这里跑的时候 那个微小的管路里面 可以让血跑过去 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所以你怎么让这个管路的阻力是很小的 这是我们很需要的 那也有人从那个鱼 很大只的鱼身上的鳞片 跟我们的指甲 你把它剖开来 你就看到它有十几层的结构 那这些结构呢 其实是有点像盾牌 比如说我来咬你这只鱼 可是我咬到你的盾牌 我就咬不下去 所以这些包括我们吃鲍鱼 我们去吃九孔 我们去吃喜宴的时候 会吃到九孔 对不对 那这个壳 这个壳是非常非常的硬 也是大家要学习的 所以呢 实际上美国的一个 unfficial的桂冠诗 诗人就说 打了多少次了呢 弗兰克林发现了这个hint 掉了多少苹果 牛顿发现这个hint 对不对 所以大自然 随时随时在给我们hint 那突然间你得到了这个 suddenly 对不对 你take这个hint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每天早上 当你打开你家大门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乘上 满满的一堆答案给你 甚至题目都还没定义出来 我举个例子 曾经有一篇文章是在讲 有一个以前 我们那个年 大概民国78年左右 那时候复合材料做了很多 那复合材料 大家就开始想一层一层的贴 像我们现在的游艇 都是一层一层的碳纤维去贴 所以他们就想说 我现在有一个竹竿 有一个旗竿 这个旗竿 会承受风吹雨打 对不对 那这个旗竿上面 应该要怎么排列 这个纤维比较好 它就找出一个最佳化的结构 可是呢 在隔年的一篇文章 它是剖开阻止说 它的结构跟你算得很接近 也就是说 你花了那么多力气 在这里面可能找到好多答案 所以我去巴士大学拜访那位教授 后来 我拜访他之前先邀他来台湾 那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在科公馆的队面吃木瓜牛奶 在搜E-mail 然后他就说 有一天 因为他说他一个学生让他赚了很多钱 为什么 因为那个学生就跑来敲他的门说 教授教授 我想跟你做研究 做仿生的研究 那那个教授想说 大学部的学生 他的主要研究战力是硕士博士 对不对 这大学部来 一定是浪费我的资源 所以他想拒绝 他说他想拒绝它 可是拒绝学生会被告 那怎么办 他说 好 那我们去找一只琢木鸟 那琢木鸟可以豆豆豆 鐮木鸟你看 他一秒钟可以垂二十下 那琢木鸟在做什么事情 他去取 他去豆豆豆的时候 他是要找虫吃 另外一个是怎么样 他在 毒 这是球偶 或者是说这是我的地盘 那 他就跟學生說我們去找一隻卓木鳥 卓木鳥這樣都不會腦震蕩對不對 我們可以拿卓木鳥來當電動鐵錘 老師就隨口講了這句話 他說我們一個月以後見面 你來找一隻卓木鳥我們來露營 然後看牠不同位置的運動 我們來研究牠 那一個月後學生就來了 教授找不到卓木鳥 那個教授就很 他跟我說他很得意 他說那我最後給你一個禮拜時間 如果你再找不到你去找隔壁那個老師 就成功把他 那可是我們的學生真的都很厲害 每個學生其實都是最後一天在寫作業的 知不知道 今天要交作業都沾不下出來 所以他呢 就真的做了一件事情 那個學生都找不到 後來他在哪裡找到 YouTube 對不對 我幹嘛自己去找 YouTube就有了啊 所以他是用YouTube的東西來做研究 然後等一下給你們看設計圖 然後他先去申請專利 然後再去發表論文 那德國的手工具商就因為這樣子 花了一筆錢跟他記轉 東西都沒有做出來 東西都沒有做出來 只是分析模擬 用軟體模擬而已 所以你去想如果你是啄木鳥 你要去 垂一個牆壁的時候 你往前跑 嘴巴碰到 碰到木頭了對不對 那個慣性的慣性 你的眼球會往前跑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他要在 衝擊前的千分之一秒的時候怎麼樣 眼睛要閉下來接住眼球 要接住眼球 那這個很重要 那其實啄木鳥 他本身 我們都有時候會罵人家說腦子進水對不對 其實啄木鳥的腦子的周圍就有一層薄薄的水 就是 各位騎機車 機車前面有那個緩衝缸有沒有 你知道嗎 我們騎腳踏車加的那個緩衝缸要很貴 那一隻其實成本只有100塊 可是你加了兩隻可能就要2000對不對 那裡面就有什麼 裡面有彈簧還有油 所以以前我的第一台機車就沒有 沒有油 只有彈簧 那地面不平的所有的訊息都會傳到我的手上 手很容易就麻掉 所以那一層油就很重要 那就是緩衝 所以那一層液體在他的腦內 其實可以當苦衝 那就是他們的設計圖 他們其實 那他就是不斷的去播放那隻啄木鳥 去追他不同的位置的位移 對時間的關係 就可以知道速度加速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軟體叫MateLab 用這個做 所以大概機械系 電機系的學生都會用 他們就用這個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恍生我們可以說是 您不知道的早知道 然後也是我們今天寫的主題說 大太陽底下存在許久的新鮮事 我等一下會很快的把一些東西這樣跑過去 那你就會發現說 這些都是每天都看到 也沒什麼了不起 那我們可以說是從自然界裡面 合法的去剽竊許多的設計想法 應用到人類技術的改善上 但是不要用到武器的改善上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去造福人類 所以剛剛就著目了 這個是什麼 這個跟我們一樣高 或者比我們高 白蚁窩 對不對 所以剛剛提到那個380萬的星巴威壁有沒有 星巴威就真的有一棟大樓 就是模仿白蚁 各位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它可以控制不同的開口 這個開口其實這樣 就是說這邊的風應該比較大對不對 風比較大的話 它的壓力就會比較低一點 這邊風速比較慢 它的壓力就會高一點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循環 所以它只要控制開口 它去控制開口的時候 它就可以調控裡面的溫度 所以星巴威有一棟大樓 也是類似這樣子 它就不用空調 所以像我們成功大學 有一個綠色魔法學校 各位如果有機會也可以去參觀 那這個鸚鵡螺也是 這是生物的成長 但是它跟我們的潛艇就跟他們學 我們的船裡面都是一格一格 如果這邊進水了 下一個不會影響到隔壁的 對不對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仿生學研究 就開始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會需要顯微鏡 對不對 我們會需要顯微鏡 還有高速攝影機 這兩個是必備的 那你就可以看 這是什麼 這支是什麼要拆 這支比較好拆 蚊子對不對 這是蚊子 所以那天有一個德國的代表 到成大去 因為他們設了一個辦公室 然後帶有小朋友去 我們送給他的第一個禮物 就是黃文藝 那這個在顯微鏡下看 這個其實是大家看過的那個什麼 鬥娘有沒有 鬥娘跟蜻蜓不太一樣對不對 鬥娘停著的時候 他的翅膀大概是這樣子 那蜻蜓的話 所以如果觀察就看得到 那這個是劈頭式 那個對不對 劈頭式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在顯微鏡下看 所以你在顯微鏡下看他們的時候 城大啦 台大都有很高貴的 微奈米中心 都有很高貴的設備 我們有這麼多高貴的設備 我們都做不出 這麼精細的結構出來 更何況是會動的對不對 那這是昆蟲的敷衍 這是他的卵 這是蚊子的 那所以你 當你看到種子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 種子 為什麼 你看種子它就發展出好多 比如說我會勾在你的身上跟你跑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那個 那個叫什麼 魔鬼氈 魔鬼氈是不是 可能是鬼爭草或什麼 它身上有勾勾對不對 就跟著狗狗回家了 那你還要把它拔開 你植物是不是定在那裡不能動 我們動物還會遷徙對不對 植物不能動啊 植物要傳播 所以它就發展出這種勾勾 甚至會怎麼樣 會隨著風飄 或者會爆開 對不對 它有很多種模式 那這就是一種 這很像我們的什麼 降落傘 對不對 這可能就其中一種 那這是蜂鳥有沒有 蜂鳥就是八字形的鋪翼 對不對 那蜂鳥在飛的時候 它可以在一個地方定點盤旋 有沒有 定點耶 各位有沒有玩過那個 遙控直升機 說不定有小朋友玩過 遙控直升機 以前夜市一台好像999 有多久 就完 那 可是美國直升機學業的logo 就是這隻蜂鳥 它就希望說 我們可以跟蜂鳥一樣 直升機可以這麼穩定的 在一個地方定點 那這個是大家最熟悉的 對不對 實際上它的蜂鳥是最珍貴 所以它在有限的材料裡面 達到最好的強度 所以它的生物的很多最佳化 其實都做得非常的棒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為什麼知道這個 Solution 那這個是樹葉 你如果仔細看 剛長出來的那個茂芽的那個植物 那個樹葉長得都很有規則 規則 對不對 可是等到它長高了 它下面的就不能照規則來 為什麼 因為它要生存 它要找尋陽光 所以它是會去填補這些縫隙 所以你才會有樹印 如果它長得很有規則 就會有很多陽光會露進來 然後這個蝴蝶可以做什麼事 我們等一下會有顯而易近的照片 那這看起來很漂亮 這個不是像我這件衣服是著色的 對不對 是染的 對不對 可是蝴蝶的是結構色 那結構色跟我們有時候拿光碟片起來 轉個角度 也有很不錯的顏色看 跟孔雀的椅毛 這些都是結構色 那就有人想說 日本就有一家絲襪公司 就想 他們了解了這個秘密之後 就想做 那個女生的絲襪 就像穿起來 在不同的角度看起來就可以很漂亮 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蜘蛛絲 絲絲有兩種 蜘蛛絲有 有六種 好多種 就是蜘蛛把你抓住的時候 要把你包起來 會用一種絲 可是蜘蛛要逃跑的時候 是一種比較好的絲 因為最強的絲 因為它要逃跑 另外一種是 蜘蛛網要綁在旁邊的結構上 它又有不同的絲 所以蜘蛛怎麼控制 土絲 土絲口就有一個 所以你看到它裡面就有很多土絲管 它可以控制哪幾個管子有作用 這是蜘蛛絲 所以我們常常要處理的問題 剛剛講的 高速攝影機就是處理時間的問題 然後剛剛講的 電子顯微鏡就是處理空間的問題 這是我們會需要的 各位可能有看過那個小以雄兵 我這邊講說 物理定律其實到處都一定存在 物理定律永遠是對的 可是有些地方用得到 有些地方用不到 這講起來 應該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有些地方權重比較大 比如說我今天衣服 洗完澡 洗完衣服之後掉在這裡 如果你去看遠離家園 有人看到這電影嗎 看到它怎麼洗衣服的 就拎著一腳再洗 那衣服洗完都不去脫水 掉在那裡 重力會把那個水滴往下拉 對不對 可是衣服有纖維 又會把水往上拉 有沒有 所以如果說沒有其他的外力 我們的衣服應該含水 可是最後衣服乾了 對不對 為什麼 一定有別的力道 今天如果外面濕度比較大 衣服不容易乾 外面濕度比較低 衣服容易乾 是因為空氣分子的碰撞 對不對 所以是我們講的擴散 有沒有 我這裡有個香水 等一下那邊可以聞得到 就是靠擴散 所以其實就是說 我們其實每個事件在發生的時候 都有好多的物理定律 在裡面 可是可能我們常常講是dominant 就比較重要 權重比較大的那幾個 那剛剛講的 剛剛講的也是 就是說 我們平常在講流體的時候 就流體力學就解決了 可是呢 剛剛毒血頭飛那麼低的時候 在那麼小的間隙裡面 可能是要算幾顆分子在流 可是呢 如果再多一點的時候 你沒辦法算一顆一顆的 你算十顆就會累死了 你就開始要從統計力學下手 所以就有好多知識體系 希望我們去學習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變小了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本書等一下可以介紹你們去看 那就是說 你可以回家拿個管子 拿兩根透明的管子 然後一邊放沙拉油 一邊放水 拿一顆玻璃珠放進去 誰跑得快 沙拉油 我有兩個管子 一個放沙拉油 一個放水 然後玻璃珠 兩邊都放玻璃珠 誰先掉下來 水 水先掉下來 因為水的黏度 水比較不黏 油比較黏 可是 油又比水輕 油會浮在水上面 所以這邊你們就可以玩一下 所以各位 如果你去看阿凡達 對不對 那這樣飄下來 很不真實 對不對 就是說你學過的物語定義 看到的可能就很不真實 那你就可以開始 從你學過的物語定義 對一些 你現在看的一些影片 可以給他一些批判 那這個 孫老師最熟了 那現在 上個禮拜六在台南結婚 禮拜天 那實際上 我們 你看我們的名模 一定要九頭生 對不對 可是我們小時候都是 我們很可愛的時候 都是幾頭生 所以我們長大的速度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那其實也是啊 所以生物在成長的過程 包括脫皮這些事情 它不會很均勻的去成長 那各位在看這個東西 剛剛講這個 如果你今天要寫那個 葛列佛遊記 葛列佛遊記裡面有 大人國跟小人國 對不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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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好了 李旺龍 身高 長寬高都放大十倍 那我是不是體重 變成原來的一千倍 組成不變的話 是一千倍喔 可是我的腿的粗 面積值 變成原來的一百倍而已 所以一百分之一千 我是會被體重壓垮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要 如果你現在要寫科幻小說的時候 你要畫的這個動畫 畫的大隻的 應該Everyday 對不對 要腿很粗 但是身高不能太高 那反過來 我在縮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這個材料太浪費了 所以要像它一樣纖細 所以這些呢 其實這邊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Service Force 一個叫Body Force 我一滴口水 可以把一隻蚊子連在桌面上 可以把一隻螞蟻連在桌面上 對不對 可是我在你身上倒一桶水 你還是照樣離開 然後呢 你抓起一隻螞蟻 往下丟 會怎麼樣 它安全著地 還是很優雅的離開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把這個東西往下掉 它就摔破了 對不對 所以你就去想 不同的尺寸 物理定律都一樣 只是它開始面臨的主要的就不一樣 因為小隻的 它在下降的過程 其實已經跟空氣的主要 所以它是等速度 它沒有加速度了 對不對 所以 就是我們講的終端速度 所以 如果你要去寫個武俠小說 對不對 我們看金庸的小說 會覺得 欸 我上課講金庸同學都不認識 他們看過哈利波特是最大本的 但是金庸已經沒 那 但是 科幻小說可能是我們的科學 所以我是材料系的 我們就開始吹牛 材料系幹什麼 就是 以天劍屠龍刀 對不對 以天劍可以做什麼事 以天劍無間不吹 屠龍刀也是無間不吹 可是 你想想看 屠龍刀裡面怎麼裝九陰真金 所以那個連帶的焊接技術一定很棒 對不對 那結果 以天劍屠龍刀 然後別的劍碰到它都會被它斬斷 對不對 可是 聖火令出來 波斯的聖火令是不是可以抵擋它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以前在鑄造技術裡面 真的是技術不好 所以你看為什麼 乾醬墨血在鑄劍的時候還要用人 去控制含碳量 知道嗎 所以 含碳量太高就是鑄鐵 含碳量夠好就是鋼 所以你要練的是鋼 那聖火令是什麼 聖火令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波斯的聖火令它鑄好之後有一個儀式 它要把它紅紅的時候插進陽肚裡面 這個啤是什麼 在我們機械系裡面叫脆火 所以脆火會增加它的硬度 所以它經過脆火之後就可以抵擋得住 以天劍屠龍刀 所以歡迎來讀我們成大材料戲 好 那你看一下世博會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是最早的世博會 這是最早的世博會 就是在海德公園那個地方 那以前是皇家守列場 所以它不希望你在上面蓋一個固定的 像我們這樣子的硬力所這樣子的建築 所以它希望做一個比較 它要做一個大的展場 那到大家去淨圖 可是是一個園藝師 一個聖火 對不對 它去跟人家把那個大王連的 裡裡的背面給你看 說你看它有很多span 它很多這些熱 可以讓它支撐很大 所以那時候包括建築師 結構技師去 可是人家是採用了這個 所以這是最早的水晶工 然後再來呢 艾輝爾鐵塔其實模仿我們的骨頭 骨骨 模仿我們的骨骨做的 如果它是實心的就慘了 它會被體重壓垮 所以當初艾輝爾鐵塔在做的時候呢 它中間是空的 那風在吹的時候會怎麼樣 所以它是邊做邊修 風在吹的時候整個合力讓它往下 所以前一陣子有一篇論文 就從它的外型 用一個數學方程式 這叫事後諸葛亮對不對 說你看 它是有數學方程式可以描述的 這個也是很棒的解釋 那日本的艾滋博覽會 也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台大很多對不對 這是什麼 松果 松果 這松果可以做什麼 他們就做了聰明衣 模仿松果 所以 英國有個叫Eden Project 糟糕 我把它按到哪裡去 這個我有親自 這是我拍的照片 他說你走路去 可以打七折 所以我為了省錢 我就從火車站走 你只要是Green的方式去的 而且那一道都不用排隊 你都沒有人走下去 所以都不用排隊 重點是不用排隊 他做了很多溫室 然後裡面其實有很多 很多很不錯的 可以扣 不是七折 現在扣12% 我那個時候扣很多 這我昨天找的 然後 英國巴斯大學 他們去艾滋博覽會展出的 就是這個東西 它叫聰明衣 因為這個東西在濕度高的時候 它會閉起來 然後比較乾的時候會打開 對不對 這可以做什麼用 你看我在這裡講話講一講 全身都濕了 衣服濕了 然後怎麼樣 我衣服上如果有鈴片 然後它會怎麼樣 濕了會打開 然後就通風一點 對不對 你想想看有什麼東西 我們家裡就有這個東西 我們家裡有一個東西 叫電鍋 那小時候 我記得我小時候說 電鍋的開關為什麼會啪起來 雙金屬對不對 我是不是有兩個金屬疊在一起 黏在一起 然後這兩個金屬的膨脹係數不一樣 所以溫度夠高的時候 它是不是一直膨脹的量不一樣 就會韓韓韓韓響 就跳起來 對不對 這個道理是一樣 我只是把這個纖維 因為這個碰到水會縮縮 一個縮縮比較大 一個縮縮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做這個博士論文的是誰 知道嗎 看到本尊是一個長的不高的 他在机械系读博士 可是他是裁缝 他是裁缝 所以像我们在成大 可能我们裁掉系就不会容许 这种非我族裂的人考进博士班 英国就问他说 你怎么能在这儿生存 他们学校都不管 只要指导教授有钱 可以让他们 可以去养学生 他们都收 所以这些就比较popular 就是说你看到蜘蛛人在那边 晃来晃去的时候 那蜘蛛丝是很强的 可是他可以走壁 他可以飞檐 他走壁的时候是谁 是不是靠他的壁虎贴布 靠那个谁的壁虎贴布 靠壁虎 所以蜘蛛丝其实很坚韧 所以就有人想说 我们养蚕宝宝 我们的蚕丝 我们养好多只蚕宝宝一起养 可是能不能好多只蜘蛛一起养 不行啊 两只都会收咖 他们彼此会咬来咬去 所以蜘蛛是不好取师 可是蜘蛛丝的特性很棒 所以最早蜘蛛丝 人家拿来干嘛 当准星 杀人武器用的 那后来其实大家又知道说 哇 我可以当防弹衣 这是最重要的 那蜘蛛眼睛有好多个 对不对 所以蜘蛛它有很多 这些我都不懂 它有六种丝 它包它个baby的丝 对不对 它抓住你的 你抓住食物的丝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丝 但是控制土丝器 拿几个管子再出 这是它的一个作为 那就有人想到什么事情 我的豆浆 煤荷放了好多天 就变成什么 草生起变什么 结块了变豆花 对不对 那结块之后呢 他们就想 蜘蛛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在这个出来之前 在里面其实是有一点 像那个草生的豆花这样子 然后再经过抽湿的这个过程去产出 所以它有一些酸潮处理 但是它又不污染这个环境 那就有人想说 那我们能不能把蜘蛛的这个东西 因为蜘蛛丝要大量生产很难 它就想把它弄到那个什么 山羊的乳腺细胞里面去 然后有乳腺大量生产 后来这只羊就死掉了 公司也倒了 但是这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很amazing的 生物很多很amazing的这些行为 然后可是能够做什么用 是我们自己要去 我们自己要去想的 每个人想到的都不一样 比如说刚刚讲到连绿效应 我们觉得说连绿效应 可以阻力可以很小 可以输水可以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来看 结果就有人想说 Ohio State有一个教授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在飞机的机翼上面 因为飞机的航空用油是很贵的 所以能不能在飞机上帮飞机减阻 这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像这些大家很讨厌的生物 各位在电影里面可能看过陈龙 拿筷子要去夾苍蝇 它没有夾中 可是在早一点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老先生教美国小朋友打拳的时候 那个老先生就夹到苍蝇 可是苍蝇能不能被夹到 它一定很轻敌 苍蝇其实你有复眼 你是看不清楚的 可是很多动静你就马上可以知道 所以生物的一个特性是什么 生物的特性就是说 我要填饱肚子 可是我不愿意当别人的食物 所以你看一只苍蝇里面 它除了复眼 它的翅膀上还有个灰形棍 一个小棍 所以你抓到苍蝇 说不定可以把它拿来 仔细研究 然后苍蝇身上又有小洞 这种小洞是什么东西 就可以当成一个microsensor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各位有机会 我们常常去吃喜宴 喜宴会有双生筷 有没有 筷子 那筷子你把它一搬 它是会从一个地方断掉 它为什么要从那边断 它为什么不跑别的路径 就要跑这一条 因为那边取历半径最小 那边最尖 所以你看我的手打开的时候 绝对是圆弧的 如果我的手打开是有角度的 一搭就断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种设计 所以我们这种人造的设计 很多都是90度的 有能有角都很危险的 所以这种尖尖的地方 你看那个裂缝成长 就会从那里跑 我讲个笑话好了 有一次台南星光三月的玻璃 就爆掉了 就爆掉了 然后那个记者就跑来 成大材料系访问 那天我们一队人去爬山 就一个老师被抓到 就问完 问完隔天以后又要来取 然后就找系主任 然后系主任跟他讲什么 说 这个是Michael Craig 我们在生产的时候 有微小的 有他讲了一大堆记者 听没有听没有 然后呢 回去以后什么都没有报 可是记者听懂 大家走过去 踢他几脚 踢他几脚 所以裂缝的成长 其实是很快的 裂缝的成长 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裂缝 你突然间发现 它跑得非常快 所以这些生物 其实它可以跳得比身高多高 对不对 然后它是切割的方式 它是切割的方式 进入你的皮肤 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学的 那折叠也很重要 折叠 各位如果有机会你去抓那个铲 刚爬出来 那个铲很漂亮 它脱壳 你看到它 你就看它一个晚上 它脱壳出来 它翅膀卷卷的 它跑出来的时候 怎么伸展 然后从绿色的 再注入墨汁 变黑黑的 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那折叠 其实昆虫有很多折叠 所以折子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 好像是举束 这个是举 那折叠这件事情 我们人类常常在做 我们在金属加工里面 会把它做一些短 可是这个是在做加工硬化 它强度会比较大 可是感觉跟这个不太搭 可是后面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这只金龟植要飞的时候 或者这只甲虫要飞的时候 它外面这个打开 它里面折叠好的翅膀 可以很快地展开来扑翼 对不对 可是我在收缩的时候 我可以很快地折好回来 这个才是重要的 所以日本太空科学家 那个叫三浦公亮 三浦公亮 他们这个卫星发射上去说 要把这个太阳能板展开 他们要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展开 其实他们从哪里 从折子树 所以折子感觉是一个异数 可是竟然跟太空科学可以有关系 那这只甲虫也是 这只甲虫 其实它在沙漠里面很难生存 可是它凸起 第一个它长得丑 没有人要吃它 第二个 它凸起来的地方是非常清水 然后凹下去的地方是非常疏水 所以它身体常常是倒立 你弯个某个角度迎着沉溪 那时候湿度比较高 它就可以找到水喝 它是这个做法 那除了这个做法 还有一种甲虫 它身上就是个燃烧室 它有应该是过氧化青 比如说它会分泌两种chemical在那里面 然后就喷出 马上反应就喷出来 所以你如果去靠近它 你就有机会会受伤 所以蝴蝶为什么会那么漂亮 我们再看一下 这边它有很多周期性的结构 可是周期性的结构 不见得好 应该你看要多层次的周期性 你看这叫一层 然后这个是还有一层 这个还有另外一层 这个还有其他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 所以我说日本要去做丝袜那家公司 它其实看了这个秘密 他们就开始来做 他们希望说女性穿上他们的丝袜 就可以在不同的角度来看 这个也是周期性的结构 就是蛋白石里面 有很多二氧化系的细球 这个是鹅 鹅跟蝴蝶不一样 那鹅的触角 其实你看花 那个花希望招风引蝶帮它授粉 对不对 可是昆虫又不像太招摇 变成别人的食物 所以它的这个呢 就是有一些非常非常多的抗反射的效果 那就开始有人想说 我可以在军事上有什么用途 那这个是什么 迷彩 就是说我用很多那个 应该叫什么 胶体 那我可以想办法让你在隐形 那实际上 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章鱼跟墨鱼 他们可以在很多的实境里面去做 等一下有空我们播一下影片 我要讲到 要有Q&A 好 那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路上买到 很便宜 可是那个邮寄的费用比这个还高 这个名字很棒 这个叫Sponge 叫血脑同屑 就是一个海绵 深海的海绵 它在常温之下成长 可是我们家在用Wi-Fi的时候 我们是用光线 那个光线是在高温之下 抽拉丹精出来的 所以不一样 而且有光线 稍微弯一下就断掉了 很脆 那它里面的丝蛋白 让它不会那么脆 所以会去关注它的就是AT&T 美国的贝尔实验室 他们就开始去想 这个有什么 可是日本人 这个怎么这么美 就是说日本人 在人家结婚的时候 都会送他一只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里面会关一对虾子 就是那个虾子 小时候跑进去了 长大就出不来 那缝很小就出不来 然后就说这是很美的 就永远要在一起 叫血脑同屑 那对有的人解读不一样 那你看南极 这个企鹅 外面是 腹50度 里面是四度 我们的保温杯 早上弄全热的热水进来 可是等到我们要喝的时候 说不定换到下午 就马上直接可以喝了 对不对 那它怎么去保暖 当然它身体会代谢 会保暖 可是你看整只企鹅 最没有受到保护的是哪里 脚 对不对 所以有一本书叫企鹅脚 为什么不结冰 远流的 可以看一下 其实企鹅的脚 跟鸭子的脚不一样 它我们的 有动脉跟经脉 这个回流 它会去帮忙加热 所以不然它都踩在 那个冰冰的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常用的绒毛 对不对 所以企鹅里面 企鹅那么厚的羽毛里面 最外层 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防水 可是我的里面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在用的羽绒 有没有 绒 这个大家最常看到的 对不对 连列效应 我们在显微镜下看 它有微米级的突出 然后这白白的是 奈米级的蜡子结晶 有没有 所以其实它存在的就是 多层次的结构 我们在成功大学 我们就去做十科 我们就去做微米级的十科 十科完就把一滴水滴上去 根本就摊平了 不会像那一颗那么漂亮 怎么办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做出 多层次的结构 所以我们再拿盐酸 比较稀的盐酸 再泡一下 因为表面会有一些 表面能会不太一样 所以就吃掉一些 接触 假如稍微高一点 这是我们做的 可是后来大家就可以想到说 我们还可以做别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多层次 多尺度 除了连列效应 连列效应的水珠 会在上面滚来滚去 可是那是因为这中间是空气 刚刚那个结 这中间是有空气 所以它可以在上面 很开心的滚来滚去 可是另外一个效应 叫花瓣效应 所以当有人送你玫瑰花的时候 你要把玫瑰花瓣拿来做实验 那就滴一小滴的水滴 你就会发现那个水滴 也会像这样沾成一大 沾得很漂亮 可是你把它倾斜的时候 那一滴水滴不会滚来滚去 它不会滚来滚去 因为它都浸润到里面去 拉住了 所以你回家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吃过直火锅 直火锅你就拿一个纸杯里面装水 拿那个什么蜡烛在下面烤一烤 烤一烤 烤黑了之后翻过来滴一小滴水 你就制造了连夜效应 回家可以做一下 这个实验可能小朋友在学校都做过 那这个水滴刚刚讲的 其实就是说 它接触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的空气 所以它可以很拾木子 这也是以前台湾女中的同学做的科展 这刚刚讲的 这是谁 魔鬼瞻 对不对 所以它觉得狗狗身上那么多种子 它在拔它的时候 它就用放大镜看一下 显微镜看一下 就可以赚钱 对不对 所以当你觉得很烦的时候 千万不要觉得 说不定赚钱的机会来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说 小林要去校外租房子 不可以连胶 连了胶之后 可能就会留下痕迹 对不对 所以谁可以帮他忙 壁虎 对不对 壁虎的尾巴翘起来 就可以给你刮一顶帽子 那壁虎有什么能力 壁虎是走过去不会留下痕迹 对不对 以前我记得 以前我儿子现在大事 那时候定巧年制 然后那时候就说 壁虎可以在 upside down 可以站在天花板上是因为它有勾勾还是有锡盘 两个选一个 答案选锡盘 其实都不对 勾勾锡盘都在这里面 都不是 也不是静电 其实是这个 科凡多瓦的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力 小到你可以忽略它 真的很小 可是一只壁虎大概有 八百万到一千万根细毛 所以你把它乘以十的七次方 很小的力乘以十的七次方 大概可以一百三十三公斤重的力 但是壁虎有没有每一个都用到 没有 可是你看 那个小到可以被忽略 可是它是以量取胜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不是 这些都是很漂亮 这是锡盘 对不对 这是用抓的 这是 所以我们就显微镜下看一下 再放大 再离我们近一点 再近一点 就像花椰菜 对不对 所以像这么细的 大概有将近一千万根 所以各位可以去一个地方 看到这些文章 叫科学发展月刊 你有没有听过 科技部的免费的出版品 有很多漂亮的PDF档 在网路上可以下载 我们这只壁虎 我们那时候投稿那篇文章的时候 有这只壁虎 我们这只壁虎在哪里拍的知道吗 这只壁虎我们拍的 这些是送到 送到那个牛津大学拍的 那时候刚好认识一位 牛津大学的同学 我们就寄了赫连卡给他 里面有个假链袋 好 那壁虎到处都可以爬 对不对 所以壁虎是无底的 可是猪龙草你们知道吗 对不对 猪龙草其实这个地方是很滑的 它这个结构 它这里有点香气 有点甜味 然后昆虫跑到这里 就会一滑就下去 好 那如果壁虎掉进去的话会怎么样 我这张是我们那时候在城大闲着无聊 然后就去跟人家要一点钱来办漫画班 就画仿生 我们有一年又画微积分 这被人家笑了很久 为什么画微积分知道吗 因为有一次我看到Nature上面有 2005年的Nature上面有一页而已 它写说 写说什么 淡丁是最早提倡飞行的 淡丁的神曲在天堂地域之间移动 它比咖喱列多了400年 早了400年 所以我看了这个我就去买一本中文的神曲 来看 所以我们那时候要画微积分 其实也是让大家说 你看他骗了我 让我去买那本书来看 就是我们能够吸引不同领域的人 我们可能不是真的在教微积分 那除了壁虎之外 还有谁可以爬来爬去的 你们可以看到 有甲虫 苍蝇 蜘蛛跟壁虎 谁最重 壁虎最重 所以Log又来了 你看这个横肘是不是Log 重肘也是Log 就有人很无聊 把他们抓来蹭体重 横肘就是体重 重肘就是再把他的脚 再去看看 数看看他有几只毛 几根细毛 就发现壁虎是分差的最厉害 每单位面积有多少根细毛 然后甲虫是分差的比较差的 它这个在Nature上发表 在Nature上发表 所以各位如果你抓到一只蟋蟀 蟋蟀的脚 就跟我们现在球鞋一样 跟轮胎一样有排水的功能 这是蟋蟀的脚 可是你摸起来它又很光滑 但是在显微镜下看又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那张图的作者是这一位 叫Gob 他本来在Mess Plank 他后来又改到这个新的柱子器 他来中兴大学 中兴大学邀他来好多次 这个部分我就稍微跳过去 这个其实都是有不同的分类 所以其实我在讲的时候 就开始有可能从我的力学的角度 去讲一些问题 结构 或者是这边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刚刚没有全部都讲到 有流体力学 还有热船 热船其实都没有讲 热船我们都把它跳开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种子 你可以看到 你看蝸牛 蝸牛的舌头 上面有很多齿舌 它有很多牙齿 那个其实也是我们未来会有机会的 然后这个Snipe是最重要的 就是 它用那个腹竹 去挤压它 然后它就会前进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飞牛顿流体 那这个是那天去孙馆长他们那边 在科博馆那时候有个火星任务 火星任务里面 这是东海大学的老师 他们做的某一个分类 他们说我要盖 里面盖建筑的时候 然后我要开始跟河马 河马的尾巴不是卷起来吗 对不对 掉下来的时候会动 这可能有一些 的效果 所以他就开始 针对不同的生物 的学习 这是他们的一些作品 所以其实我们要跟自然学习的话 我们就要怎么样 要找谁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一些老歌 对不对 这些老歌都是勾扎的第一名的歌 有没有 对不对 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老歌 可能就是那时候的流行歌曲 所以我们可以去学的是这个 那最后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今天我就要做个实验 对不对 你有个苹果 那苹果你从这个方向咬 跟这个方向咬会有什么不一样 你从一个方向咬 支很多 一个方向咬声音很大声 但是你要切丁才知道 你最好是把它切丁之后 方向瞄好 然后去做 其实跟果肉结构 但是其实不是要做这个实验 其实是要讲说 你看如果我喝了一瓶矿泉水 我就要处理外面的这个罐子 可是我们的水果里面有八九十以上都是水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回去还是可以做一下实验 这个方向咬声音比较大 这个方向咬 支比较多 它的结构已经在这边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自然的结构里面 自然的设计 你看 都是丝丝柔润 对不对 然后都是意直意向 各位看过那个什么 我家住在二人锡的旁边 二人锡有很多亿万富翁 知道吗 就是烧废电缆出来的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要烧废电缆 因为我要取里面的铜线 对不对 所以再来很多设计就想说 我一定要同样的材料来做 我们后续再处理废弃物会比较容易 可是你去吃一颗珠心好了 夾底心 珠心是不同的位置 嚼劲都不一样 有没有人吃珠心 现在不吃了 我们想说珠心是最棒的食物 所以自然的设计里面 其实你看一棵树好了 其实树也是很厉害的生物 树枝你要把它折断 树枝你要折断 会发生什么事 你就听到叭叭叭的声音 可是它没有全断 它就里面一直在 因为你要给它能量 所以它里面一直在破坏 可是它没有全部都破坏 它就用破坏消耗掉你的能量 所以你要折弯一个树枝 折断有时候很不容易 对不对 你没折断你放弃了 它有的还是继续存活下去 然后大自然就是个工厂 然后这里我把硬碟写在这里 它会疗愈 疗愈是这样子 不是这种疗愈是说 我刚讲 毒血头没事就会撞一下硬碟 撞一下硬碟 所以硬碟要有个保护措施 所以硬碟上面 有一层1奈米的润滑剂 那层润滑剂很贵 那层润滑剂你看硬碟7千转 甚至到1万2千转 转转转转转转 1奈米的流体在上面会不会被甩出去 我们都会说有离心力 其实不会 因为它的设计就有不动的跟会动的 所以它那种设计 当它被打一下之后 它就凹下去了 凹下去之后48小时又会补回来 所以你看我们的皮肤破了 我们会好 对不对 硬碟就是这种东西 会自己填补 我们就说它会好 可是人造的技术 大概就是干干硬硬的 我们都要做一样的 而且都是等向性的 然后你看都有尖尖角角 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家里有养猫的仔细看一下 这是养猫的人跟我讲的 他们夫妻都来过台湾 然后他们住在西伯利亚 他们现在住英国 那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们家的猫 在比较光滑地板上走路的时候 爪子会跑出来 他们早上起床的时候 要出去开车的时候 地上结冰 所以他们要上铁链很啰嗦 回来的时候要把铁链拿掉 所以他们就发明了这个专利 那它这个专利其实怎么来 就叫Trees 所以他们其实是 俄国人是从大概几十万笔 发明的专利里面去归纳很多结论 所以你要有创意 要有干什么 不用了 你只要follow这些 rule就可以做 那后来就跟巴士大学那边合作 再把生物仿生的内容加进去 所以你看你要吃冰淇淋 舌头还一直跑出来好累 就一个履带 去帮你吃 你看这个你要挖洞就需要它 有没有 你要一只喷火龙就可以做热气球 你就是一只变色龙帮你做 做什么东西 红绿灯 所以其实我们仿生了很多特性 刚刚讲的多层次对不对 还有自组装也很重要 然后因为自组装就要让它达到一个最低的能量 那这个水河作用缓和的合成环境 有一个东西是什么 我们的牙结石 我都跟我们学生鼓励 我们大义先生有时候跟他们鼓励说 你读书就跟牙结石一样 你读一读 然后旁边同学找你去玩 你只要有读就会累积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刷牙 可是你看我们再怎么刷半年 还是要去见牙医师一次 而且要用超音波 把很坚硬的牙结石打掉 所以我就跟学生说 你等一下要认真 那还有self healing 这边就是我们 所以说 你可以跟大自然 所以我刚刚都在赞叹而已 那我们就会了解它的原理 可是后面的应用 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 像刚刚那个连夜效应 有人想到 就是用在外墙涂油漆 在油漆上面可以做这种事 然后厕所的马桶可以不残留 黄金不残留 然后结果有人想到说 我可是在飞机的外围 可以减阻 那甚至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跑到我们的吸管里面 我们的那个 那个圣衣晶片 那个微小的管流里面 可以去剪阻 等等 这个都有不同的 这个就是 有一本书叫 猫掌与蛋弓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 更新的出出来 可是我想大家很容易看到那些书 这些书缓的都在图书馆才找得到 人类的出路跟猫掌与蛋弓 这都很不错 然后去科学发展月刊 打壁虎两个字 你就可以找到 跟壁虎有关的文章 好不好 那就可以学壁虎啪啪走 就可以去看这些东西 好不好 我大概报告到这边 可能时间上有点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